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黑悟空让施奈安都吐血了 但网友就傻眼了 问题是你知道作者其实是吴承恩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 第一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前立委费洪泰 大家好 政治学者施政风老师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议员侯汉廷 吴承恩好 大家好 过去民进党八年来 经常把这司法改革 当成他们得意的政绩 但是蔡英文卸任之前的民调显示 有高达将近百分之五的人 对司法改革都不满意 人民完全对司法 似乎是没有信心 这不是没有原因啊 您知道吗 在2022年九合一大选的时候 这个调查官叫做陈文伟 他被人发现 他做了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 他在侦办云林议员 蔡永德的社会案件时 他得知 原来北港镇长的候选人 萧美文竟然也涉嫌会选 而遭到了调查 结果这个陈文伟就私自去约了 这个萧美文 为什么呢 希望他能够劝说他的职儿 萧家宏来协助作卫证 接着呢 接下来呢 他就是直接呢 跑去呢 约谈了 这个叫做呢 跑到这个 这两个人呢 就是这个萧美文案了 包括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服务处的主任 还有他的职儿 这两个人当时是在押 他们的案子 明明不归陈文伟 不归他管 结果呢 跑去了 调了这个两个人出来谈话 结果呢 就指导他们做位证 果然后来他们呢 遭到云检提讯的时候 就说 哎呀 有啊有啊 我们有听说张立善跟蔡永德 选举时想要送茶叶来汇选 还问我们要不要去参加 但没有想到原来 整个下指导期的过程当中 全部都被人家给录音 整个事件才破了光 好了 结果第一时间 云林地检署竟然说 这个陈文伟调查官 他主观上没有犯意啊 因此叫做证据不足 不起诉处分 只有将他调离 限制没有任何的惩处 结果反而是台南高分检 认定这个案件太夸张 他认为呢 这个陈文伟有教唆位证 跟泄密的这个情况 有这样的嫌疑 才把整个案件发回来 继续地来调查 不然的话 竟然就可以轻轻地放过吗 好了 当事人张立善怎么说呢 他说有听到传闻说 要无限上纲一网打尽 但检方从来也没有来找过我 我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孝的司法人员 会引导认罪协商 故意来捏造事实 未造证据 逼迫无辜的关系人 然后呢 来陈述一些不实的指控 我算是很幸运的 这次竟然能够被还清白 不然的话 可是会无辜地被卷入官司 司法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 替政治服务的歪风 会罗之罪名 来办完案件之后 竟然还可以升官 希望能够揪出背后的藏进人 认为司法不应该 沦为政治工具 而被这样子的玩弄啊 好了 这个罗志强也跳出来 帮忙说话 他说为什么一个调查官 竟然敢去栽赃一个地方首长啊 是有人指示吗 还是是为了求升官自己揣摩上意吗 如果没有检举人的话 那调查局会去移送检调吗 如果没有陆道英的话 是不是呢 这个张立善就会承受到不白之冤呢 这个绿云现在是不是就一条龙群起来围攻他了呢 而如果没有台南高分检要求要在意啊 云检会来起诉吗 云检第一时间竟然还敢说 这个陈文伟叫做没有犯意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啊 调查局至今都没有召开任何的考机会 只是把他调离限职 没有任何的陈储也不用免职 这就是对于调查官教唆未证 让这个够人于罪这样的态度来面对 真的是适合吗 好啦 事实上这样的案件真的是层出不穷 因为先前公卫文不就揭露了吗 他说检察官在征讯时放话说 上面就是要起诉你们啊 今天如果说没有更高层在背后下指导期 或是有人为求升官去揣摩上意的话 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官 他会无人无故莫名其妙 好去栽账一个地方首长吗 那今天如果不是说真的有测路的证据曝光 张立善是不是已经被无辜卷入了司法案件当中呢 立文怎么看 所以这件事情啊 因为他是这个调查官 疑似把这个其他案的相关人等 在押的人等 把他调出来询问 然后呢想要让他们去做伪证 然后呢去抓张立善跟蔡勇德 所以这个东西 第一个一个小小的调查官 这个程序上面有很多的细节 其实必须去追究 他可以这样子做吗 因为他并不是检察官 他可以这样子去把一个在押的这个犯人 然后透过云检提讯 可是呢是调查处的调查官叫他做伪证 这件事情是有一点还挺离奇的 那看起来这个地检署呢 云林地检署呢 跟这个台南高分检呢 这个态度呢又不太一样 所以不同的体系之间 然后因为过去长期以来 调查系统跟检查系统之间 事实上也有矛盾的 可能是因为这不同系统之间的矛盾 否则的话这件事情很可能 也就因为这样石沉大海 没有人爆料 也没有人揭发 然后呢就这样子被压了下来 当然真正的本质 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害人听闻 因为如果是完全子虚乌有的事情 也可以入人于罪 哇那现在这台湾太恐怖了吧 当然他不会只是因为两个人证 就可以办张立善 会选也好啊贪污也好 他一定还要有其他的相关的人证物证 只不过有人可以胆大包天 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你就知道这个背后水很深啊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检察官调查官都敢去做这种事情呢 如果今天要你调查一个真正有会选 真的有贪污 即便是政治上的任命 即便他是有选择颜色 可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有罪 他真的贪污 他真的会选了 那办啊没有关系嘛 那我如果是检察官的话 我也会觉得比较不会昧着良心嘛 对不对我就办嘛 可是如果说你这个政治任务 是要我去办一个无辜的人 去办一个清白的人 这不叫伤天害理丧尽天良 什么叫伤天害理丧尽天良啊 这做政治现在也太风险也太高了吧 所以这个东西之所以害人听闻的原因在这里 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曝露出来之后 你就知道在赖清德上台之后 哇这个司法减调可以说是心风血雨啊 如果我们以郑文灿作为开头好了 那接下来真的是白的已经被砍得不成人形了 对不对 柯文哲黄珊珊这一干人的完全不敌 来自于民进党的这个司法上面 因为他们自己也做贼心虚嘛 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经不起考验 但是接下来他一定不会放过蓝营的人 那我也一直讲 他一定会选择国民党的地方势力诸侯开刀 现在已经有宜兰还有新竹县 其实他们一定会锁定云林 因为你任何稍微熟悉台湾选举的人就知道 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嘛 哪一个是民进党非要拿回去的 拿回去不可的关键现实 你怎么看就是云林啊 所以云林张家在地方上面的力量 他们现在只是围绕着议员跟议长 就是被押的就是议员跟议长 还动不到张家 动不到张立善 但是民进党想不想动 当然想啊 尤其张家的势力其实还不止云林啊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接下来一定会锁定张家 只是遇到一个这个 又狠又笨的调查官啊 出这种包啊 对不对 你遇到了一个厉害的怎么办呢 这个是因为笨死啦 才会出这种包嘛 但是他出了这个包之后 他就会怕吗 他就会放掉张立善吗 当然不可能啊 我认为后面还有 所以云林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 但是呢 现在调查局检察官 调查系统检调系统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天理不容 绝对不可以允许发生的错误 那一定要查办清楚啊 把相关的责任追查清楚啊 所以下个会期立法院开议了以后 你调查局 你检查系统 你就判在蛋 国民党就应该拿着他们的预算 架在他们脖子上面 逼他们把实情通通都暴露出来 绝对不可以 就让一个小小的调查官 谁 陈文维就让他一个人背了 有这么简单吗 一定要查到底 一定要让台湾的检调系统 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 他如果要讨好民进党 然后呢 为了自己的升官 不惜连这种栽赃 入人于罪的肮脏事情 都敢做的话 立法院就要给他们 足够大的压力 让他们做不成 让他们不敢这样子下毒手 整体事件最夸张的其实就是啊 一个调查局的调查官 竟然敢公然叫唆座 坐位这样 而且呢 是意图要罗之罪名 来构陷在野党的政治人物 地方官 好了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呢 这个侦办的云林递检呢 竟然还说 哎呀这个调查官 没有主观的翻译啊 证据不足啦 所以就不起诉 最后是因为台南高翻检 要求在意之后 云检才终于起诉的 而且啊这个调查官呢 竟然是呢 去提训根本不归他管的 其他案子的在押的人员 来串供坐位证 而调查局到现在 完全没有召开任何的考机会 只是把人给调离限职 没有惩处 没有免职 面对有调查局的公务员 意图以国家公器来入人于罪 我们的主管机关 我们的监察院都不用查的吗 难道是呢 在鼓励司法人员以后 大家放心去做 大胆去做 凡是能够构陷在野党的政治人物 可能还有赏吗 好了 蔡政府时代的这个司法人员 罗织罪名 这么夸张的情节 现在竟然赖总统上台了 他是不是应该 也要继续地来办下去呢 我们菲委员怎么看 我的很多高中同学 还有大学 大学统界的学长学弟 他们都进了调查局 但在我们那个时代 进调查局都是一些一批非常优秀 有理想 有抱负 而且这个 平常讲 我是 现在叫台北大学 中心法上毕业 程度还不错的 曾几何时 今天大家会来讨论调查局的问题 调查局啊 平常讲 这十多年来 确实出了也有几件大事 感觉上 像这个调查官呢 他这样子都所作所为 他的理想 他的报复 完全都不见了 我以前对调查局的人 是非常非常尊敬的 所以我在当立法院的时候 他们要什么预算 去买侦测器 我都支持他们 很多委员都认识 你买这些干什么 尤其不同政党执政的时候 看法都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要 主要是枪啊 毒啊 去抓坏人 那我们当然要去支持他 但是你看这个案子啊 这位调查官 他栽赃作伪证 叫说 叫人家去讲一些假话 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司法检调 法院 这个检察官 警 跟 警方跟调查局 都是我们人 应该是我们人保护人民的 那陈锦和是这个保护人民的这批人 有出了 出了这个 这个恶劣的人 所以去陷害人民 那当然我没有再批评这个我们司法是已经崩盘了 至少你看 云林地检署跟高云林高分检的看法就不一样 云林地检署你真的也要出来跟人家说明一下 跟人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说他没有犯意 平常讲如果高分检 云林高分检 这样子要起诉这个人的话 那你云林地检署 你就应该要出来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因为司法是像皇后的真骚一样 是不容被人来质疑的 否则你把它变成一个打击我不喜欢人的一个工具 这个比流氓还像流氓了 然后如果说想说比流氓还像流氓 其实还某种时候还在侮辱流氓呢 是不是 当然我们的政府现在是碰到这个事情 总统也换了嘛 应该是要让我们的检调 要出来把这件事情澄清 否则人民大概会对你检调会画很多的问号 如果说张立善确实有什么送人家礼物 人家居民检举把那个礼物拿出来 大家没有话说 其实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有没有人被 有没有人诬陷人家 用重手法去打击一起 当然是有的 但是那是竞争对手 还恶劣 可是你的调查局的调查官 用这种叫错诬陷去栽赃 我是觉得这是不可以被原谅的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司法检调 跟我们的政府应该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否则当然人民都不相信政府 又不相信司法检调的时候 这个是国家的悲哀 也是全民的灾难 是我们看到这个调查局的这个调查官 竟然去公然的教唆人家做卫证 结果只被调离限制 但是没有最夸张 只有更夸张 因为涉滩的公务人员 竟然还可以继续的来操持公权力吗 在今年4月南检征节的 立阳涉嫌官商勾结 违法替小二甲禁令来解禁 除了起诉了前台南金发局 我们说这个叫做最贪局长陈海玲之外 还有经济部能源署的组长叫做林文信 那么起诉书就说 这个林文信明明知道立阳他拿的是 日期不时的土地使用同意书来提出申请 结果还是让立阳的五家子公司 通通顺利取得了新建计划的同意函 那么检调就估计认为 整个立阳设置光电的不法利益 可是高达91亿 那么当时的经济部长王美华 还在立法院承诺说有有有 我们收到起诉书之后 一定会来做行 来启动这样的一个行政调查 结果呢 现在四个月已经过去了 你知道吗 这个林文信 他竟然还在继续主持光电相关的审查会议 那么经济部现在被问到就说呢 哎呀没有啦 因为我们能原属啊 没有司法调查权啊 而且也不具有事实认定的专业 我们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呢 就让这个林文信可以继续的来维持限制 继续主持会议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 经济部要在司法审判出炉之前呢 就判定这个涉案的公务人员是有罪的 可是这么大的经济部 难道没有任何其他单位 任何一个人能够暂时来代替 林文信主持这个会议吗 那林文信也没有其他单位 可以暂时落脚吗 这个人呢 都因为光电案被起诉了 结果政府让他继续审查 谁可以来投资 谁能够被核准来申设光电案 这难道是要替特定的厂商 大开方便之门吗 汉妮怎么看 先从法律来论 公务员的停职有两个条件 第一是在司法上 他被通缉或羁押或判刑 或者已经入监服刑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公务人员的惩戒委员会 惩戒的法庭可以来判 这个公务人员撤职 然后降级罚款 寄过等等 那么惩戒法庭的发动要件是啥呢 对吧 因为司法上他只是被起诉 还没有被判刑 也没有被羁押 那只能看惩戒法庭 但惩戒法庭的发动要件 是监察院要主动调查并弹劾 所以你一听到这个条件就知道不会成立嘛 监察院怎么可能会去动作呢 我们应该问监察院到目前为止有动作吗 对待一个涉案91亿元 然后呢 已经被起诉了的这样的官员 监察院在干嘛呢 装聋作哑 对吧 看不到 他宁愿要去抓闽南语的捷运阵鹰 都不愿意去看到这所谓的91亿的涉案问题 那其实呢 这也不仅仅是监察院 整个民进党好像遇到光电案 就集体失灵失能跟失智一样 这一阵子我们看到台南方 一周三连报 但是呢 那你觉得赖清德 他真的是光明正大 这个打贪不分蓝绿 是这个样子吗 但是所爆出来的 其实都是这些小打小闹 小恩小怨狗屁倒灶的事情啊 对不对 就是这个什么 然后呢 外遇啦 再不然就助理费啊 你觉得这个有很大的事情吗 这有很错综复杂吗 这些案情不都是清清楚楚吗 小云有空吗 这对话记录一拿出来 酒店业者对话记录一拿出来 不都清清楚楚吗 床上的照片一拿出来 都一翻两瞪眼 但请问这个有实际上是大的案子吗 没有耶 真正大的案子 那比如说郭再清啊 那比如说议长的汇选啊 或者像现在这个光电弊案 光是一家就91亿 那么减掉目前在侦办的总共有60多家 那请问到底贪的是谁的钱 那这些钱又跑到哪里去 那到目前为止正在调查的这60几个案子 哪一个办下去了 没有啊 没有啊 办不下去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涉及的时代是太过庞大 俗话说叫做动摇党本啊 对吧 去办一下这个谁去找酒店业者啦 然后谁外遇啦 这个没问题 反正切就是切他一个人 但是光电弊案一切下去不得了 那牵涉到的你看 不仅是经济部出事啦 然后台南很多人都要出事啦 或者呢还会上升到谁 不知道 至少我们看到丽阳的这个老板 这个姓谷的 他干嘛是小英后援会的会长 然后他的公司地址就跟新竹市党部 是在同一个地点 这牵涉下去当然是动摇党本 到目前为止呢 就也办不太下去 而且更夸张的不仅办不下去 甚至是鼓励这个犯人啊 继续犯罪 就你让已经涉案被起诉的林文姓 涉案当事人 待在同样的位置 继续去审查光电的相关案件 那这个人 当然啦所谓的无罪推定 但假设他是嫌犯 然后呢他经历过了约谈之后 他是不是更加了解了 检调的办案细节 他是不是更加了解 检调要如何侦办 那他就明白要怎么脱罪啦 他如果还有犯意 或者即便他是清白的 但是呢他经历过了这么一招之后 他就知道了 检调如果要查 可能会从这几个方向 那他就完全有动机 或者他完全有能力 可以下一次再犯案 再包庇的时候 绕开了这几个方向嘛 那我太清楚知道 检调会问我什么啦 他就查这些金流啦 他就查这些记录啦 那我下次避开 我就可以继续来办了 那而且当初王美花 抱持的就是力挺的态度啊 五月份王美花还在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会信任 并且给予法律协助 这个经济部的官员呢 涉嫌跟业者合谋 掏空纳税人的钱 对吧 涉嫌呢来掏空台电的钱 结果我们的经济部 竟然还要给他法律协助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你说他这个人 他自己请律师 那是他家的事情 那凭什么是经济部 还要花纳税人的钱 来给他法律协助呢 所以这一切都会衍生成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绿营的警官讲 你看我们这个很公正啊 这个我们绿的也都是开刀啦 但是真正这一些大的问题 民进党都不敢碰 甚至还放任他 继续待在原来的位置 是不是要让他继续捞钱 就像刚刚汉婷讲的 这个丽阳光电案 为什么备锈主 就是因为这个丽阳的老板 总裁古盛辉 他是新竹小英之友会的 副秘书长 他也担任过行政院的顾问 还是民进党新竹县的党代表 然后丽阳的地址 就跟民进党的新竹县 党部同样一个地址 2016年成立的时候 他的资本额只有10万 现在资本额已经是到8亿元啦 而检方自己粗估认为 整起的光电案的不法获利 是高达91亿 我们看到现在台南帮的 这个像是这个明代啦 官员啦 最近纷纷因为涉案 或许有桃色风波 遭到起诉的被起诉 也有人遭到搜查 或者是丢官等等 那么让大家好像 是不是稍微可以对司法 有一点点的信心呢 那既然这个丽阳案 已经是南检起诉的 手中光电弊案 赖政府是不是应该 赶紧放开手 让检调真的能够 把这个庞大光电利益 背后的官商勾结 给揪出来呢 我讲 这就是赤裸裸的自己人 用他执政 然后用国家的钱 在养自己的侧翼 所以这个侧翼不是只有 这些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认知作战而已 那我坦白讲 就是过去大家在骂 国民党 国库通党库 那最近我们看到是在修理 这个民众党是他们开咖啡厅 政党不可以 不可以这个营业嘛 所以开咖啡厅不可以 但是派系可以每个县市 开一家绿能的店 不是很扯吗 那最近被人家告到WTO去 OK 不能够开咖啡厅 可以开光电公司 对 所以你看到 而且还是最扯的 我们前总统不是自称为 他是国际贸易WTO专家吗 他是靠那个起家的啊 OK 还是说他去那边只是说 因为他英文是有英国枪而已 我不知道 OK 好 然后接着就是说 国家这个部分 那当然前阵子Covid 19 是有国家对没有错 但是还有很多东西 我来讲说传统这样子的标案呢 是回馈 但是现在更多的标案 是自己可以信任的是 我还是在强调 偿富于民这句话 好 OK 也就是说我平常就放在你那边 然后养兵签字用在一时 他就会互通有无地给你 所以他变成是我养的啊 现在那些企业界那些都是我养的 包括在学术界都有朋友跟我讲说 他去标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说我给你double 我给你triple 就放在你这边 我还是看这个案子 我如果做的话 大概30万 他可以拿300 这10倍的钱是做什么用的 我不知道好吗 OK 这是这样子 那所以再回头再讲说 这个这件事情 我能觉得很奇怪 通常我们知道两边在打战的时候呢 一开始的时候会讲说 一波两波三波 到最后肉搏战的时候 就是自由射击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好像自由射击那种感觉 他在上台一百日违星而已啊 我现在开开 那是百日可啊 OK 那我现在觉得蛮奇怪的 这已经自由射击了 好像说没关系 我大欲灭亲 如果说郑文燦是因为 他背叛新潮流 OK 跟我挑战 你少我10岁进来 你要赶快就要把我取而代之 然后接着 那个高峰安是因为 前一阵就已经在抗了嘛 然后最近好像林一锦 林一锦算是他的人嘛 他是新潮流的 还是算他的人嘛 我不知道 所以我都大欲灭亲 所以现在大家戳在战 接下来蓝白绿到底是谁啊 我先讲出来 有人讲说就是KP嘛 大家讲KP要死了啦 OK 但是如果真的KP讲话了 他如果真的配合以后 是不是开意以后呢 就会绿白和呢 我看他KP愿意的话 白银的那些人 大概也没有人会要吧 而且这个太扯了嘛 这个动作太大了啦 OK 接着就是说老柯 好 这也好像老柯嘛 对不对 老柯最近都不见了 好像膝盖在痛嘛 OK 但老柯有必要取而代之吗 那因为小一没有人嘛 所以他觉得老柯算不错啦 比成命好太多了啦 OK 但是现在他要蔡其昌嘛 蔡其昌就要选台中市长啦 干嘛他要去呢 他付的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有个露个笑 一天到晚 我跟你讲 你当议长是很麻烦的啊 OK 好 当那个三长 这些是很麻烦的啊 所以呢 你只要就是找个老柯可以用啊 那接着我觉得他磨刀祸祸的 应该是国民党啦 我已经听到点几个名字了啦 而且呢 他们可能会故意去处理 刚才立委讲的 就是地方派系嘛 好 地方派系 我真的要讲起来的话 大家都 因为最近大家处理 都是处理市议员嘛 市议员因为牵涉到 因为他是富士选区的问题啦 跟立委单立选区 你这个服务的那个点会比较少 比较相对多一点点啊 所以大家处理 而且这些议员会比较好听 你看最近你看 因为你们议员没有钱可以出国嘛 所以大家议员立委都出国 大法官都出国了啊 对不对 议员大概没有出国的钱 所以大家那些小绿小青鸟 大家都在那边蠢蠢欲动 要跟赖神来做交心啊 所以就这样 所以我先讲一下说 大概因为他这个树摊 也没有什么好做了啦 然后呢 接着因为国会 下放暑假也没什么好做 所以等开议之前 这些东西呢 大家快掉一些啦 那我是想说 大家赶快下个礼拜 有一种赶快做民调 看看他的民调 有没有提升啦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先说是有的 确信说是有的